俄乌战争改变了人类的所有格局 美国一国独大 未来新型超级大国 欧洲崩塌 你看看所有现在是跟普京近的 都被列为了什么 普京昨天被正式美国说成是战犯 凡事跟他走在一起的都完 反过来又说了 全世界都是喊骂普京 恨他的时候 一致喊恨毛泽东 恨习近平 恨中国人 兄弟姐妹们 整个这个事情对灭共识我们讲是大好事 世界大改变 我们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 这是为什么在前线很重要 谢谢 我们曾经跟多个国际组织尝试着合作 然后共产党就拼了命的来蓝金黄 阻止跟我们合作 这是为什么你看到我们并没有把什么合作组织打出来 因为他们害怕 但是这件事情是把我们给推向什么 跟共产党评级的较量 虽然没有公告 签出来各种正式合作的官方文件 但事实上大家看到 我们已经跟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救援会 和国际战争前线救援组织 无国界记者等N个NGO 成了可信赖的 甚至他们都个人非官方的表现出支持和合作的关系 由于我们出现在前线 加速了共产党就更多的中国人在乌克兰 就是我们的出现请了抢中国人抢活 共产党又竞争了 他就选帽救更多人 这是大家都谁都无法否定的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出现以后 新中国联邦毕竟全世界知道是少 老百姓 是一些政府知道 这一次一下子走向了一个华丽的人道主义的形象 走向了世界上的政治舞台 最重要的是 现在你看到刚才文耀 还有杨帆农场 咱每个战友 这么多战友 还有我们NICO这些天的出色的表现 我们的文科在现场那种辛苦 文科真是老黄牛 文葛七雄和文科 一起救着那些100多个孩子 90多个孩子 已经我们救了几百个人 我们到大巴上前线接的人 我们在前线的直播和搭出的帐篷 这一切这个形象呢 让全世界展示 我们和共产党在世界上展示的中国人形象 木纳 呆板 自私 邋遢 不自信 完全没有任何的让人尊重的文明 完全相反 在国人来自私 郭德莲 对原来自私 邋遢 自私 邋遢 自私 邋遢 自私 邪遢 不自信 感谢观看